大家好,我是南哥 我們今天要利用這個 這個可以連接APP的 他有一個APP 在經過 我們 連接起來之後,我們把它接到所謂的 遙控器的主機上 這樣就可以 來啟動無線的APP遙控鐵捲門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使用APP遙控鐵捲門吧 我們現在 把 這個線都接好了 其實他的對照就是 我們接的是這個 NO加CAM 主要有種點觸點觸點觸 就是遙控器 按了一下 遙控器 如果我們APP點觸的話就是 本來CAM 是GameCAM MC 那我們 按下去之後他就會變 CAM跟NO 一下 那就會跳到 啟動遙控器的這個 遙控器這個 啟動遙控器 遙控器 這樣看 上面左邊 第一個是 是 往上開 第二個 是 往下 不是 第二個是暫停 第三個是 往下 第四個是 第四個是 鎖定 我們可以利用 利用遙控器 利用遙控器 結合 結合一個 APP的模組 模板 模板的話 再 再來把那個 跟家裡的 遙控鐵門 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 你直接按 有沒有 按 這是第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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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第一個的按鈕 我們按下去 一秒鐘有沒有 第二個 也是一秒鐘 那遙控器 壓下去的話 就等於 壓了遙控器 一秒鐘 來我們現在來演示一下 你看 我現在 用我的 手機來當 當成 APP嗎 你看 我按 我只要按 1它這邊就會亮 會亮一個 第二個它亮第二個 第三個它亮第三個 第四個它也會亮第四個 好 好來 那我按你看 我按 這個的時候你看這邊遙控器這邊已經連動了 亮一下有沒有 按第二個的時候 沒有 它也亮紅燈了一下 第三個 它也亮紅燈 第四個 亮紅燈 好 這表示說什麼 它已經連動了 這個我們遙控器轉到APP 無限的 已經成功 來實際操作一次給大家看看 我現在 第三個把它關門 這是這種感覺有沒有 實際操作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再來 我再把它按停 按到它停 好它就停了有沒有 OK 這次鐵姐們改成 APP無限使用 成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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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